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两天内已经出勤2400架次救人 同时派出无人机远端监控住宅区的积水情况 以及是否有受困者等待救援 中国广东深圳龙华区也出现极端强降雨的情况 短时间内下了82.7毫米的雨量 造成失去处处淹水 大商场的阶梯还形成了瀑布 业者赶紧堆沙包自救 由于地球暖化 目前地球的温度已经比工业化之前的温度高出1.2度 气象学家表示 未来五年类似这种短时间出现极端天气 或是出现超级台风超级飓风 酿成灾害的情况将越来越频繁 华市新闻综合不到 大家好 我是林一文 想要掌握多元的新闻资讯 当然也包括挺弹动态 就要锁定华市新闻频道 还有订阅华市的YouTube频道 按赞订阅开启小铃铛